以卓清风的能力 很快呢 所有材料被挤了 仅仅是一天的功夫 秦晨就把基础丹阵布置了出来 看得卓清风是一阵一阵的 在基础丹阵布置结束后 秦晨马上拉着卓清风 开始了丹药炼制 这次他要炼的呢 名为龙血王丹 龙血王丹乃是七品丹药 同时也是七品丹药中 炼制过程最简单的 解主材乃是七阶龙心草 腐材则是六阶龙血汁 血精修罗 木须子叶等等等等灵药 并且为了防止自己修为不够 炼制过程中 药力无法完全发挥 秦晨还准备加入一种 七阶的化诸果 这也是秦晨向朗家 索要这些灵药的原因 秦晨身上 虽然有黑死沼泽得到的 数阶王级灵药 但这些灵药炼制的七品丹药 都十分复材 秦晨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而这龙血王丹 一旦有卓清风帮忙 秦晨至少有八成以上把握 能炼制成功 龙血王丹 顾名思义 这是一种十分霸道的丹药 武者一旦服用 就好像接受了龙血洗礼 身体从各方面都会得到蜕变 无论是五脏六腑 或者是皮毛血肉 都会有质的提升 甚至呢 连丹田处的气海 也会得到蜕变 变得更加强大 它其实是一种 全身改造类丹药 能让武者肉身血海 得到最大幅度的提升 而并非突破级的丹药 但对秦晨来说呢 如今 他修为已经达到五阶后期巅峰了 并且肉身达到一个极限了 之前突破五阶后期时 秦晨还是服用化尊丹突破的 一名武者 若是修炼过程中 服用了太多突破类丹药 一定会导致他今后突破 瓶颈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呢 会有极大限制 所以这一次 秦晨刻意炼制的龙血王丹 以他现在的修为 还有身体情况 一旦身体素质得到提升 修为自然而然也就突破了 水道学长 不会有任何不自然 同时呢 也不至于对今后突破 造成太大的影响 可以说 此次炼制什么丹药 秦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炼制室里 秦晨在卓清风面前 直接开启了丹阵 整个炼制室 瞬间被古可怕的气息覆盖了 卓清风震撼地看着 炼制室中覆盖的阵纹气息 一双眼瞳瞬间睁大了 虽然是所谓的一级的丹阵 但是呢 卓清风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的 特别是感知到 整个丹阵的复杂纹路 他那六节巅峰的精神力 差点被绕晕了 太可怕了 我早听说丹阵 虽然能大幅降低 烈药师对丹炉的控制 但对烈药师精神力 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毕竟 直接用精神力控制丹炉的火候 虽然耗费精神 但简单明了 可若是通过丹阵控制 任何一丝波动 都需要经过制法催动 相对而言 对精神力的细致程度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呢 卓清风是震撼无比 他能感觉到 就算他六品巅峰的精神力 渗入丹阵里 也绝对得被弄得手忙脚乱 别说控制了 连旅行情况 恐怕都未必能做到啊 秦晨一个五节后期五宗 他能控制丹阵吗 正在疑惑呢 就见秦晨直接将精神力 释放了出来 呼的一下 整个炼制室中 瞬时间像是卷起了一股 无形的精神风暴 啊 好可怕的精神力啊 怎么可能呢 陈少只是一名 五节后期的武宗 他怎么能拥有 这么强大的精神力啊 卓清风快惊呆了 秦晨释放的精神力 虽然强度不如 他这个半部武王 可本元气息上 比他是半部武王 不成多让啊 甚至 有过之无不及 这个到底怎么做到的 卓阁主 愣着干嘛呢 你要做的 就是控制丹阵的初步启动 我不希望连丹阵的启动 都要消耗我的精神力 这个时候 秦晨在冷和尚响起 顿时把卓清风 从阵境里拉了回来 不管卓阁主 你一会儿看见什么 我就一个要求 那就是 你的精神力输出 绝对不能断 你能做到吗 丹阵启动 需要大量的精神力 如果自己这方面消耗太多 那对丹炉的控制 自然会减弱很多 届时呢 想练出龙血王丹 自然是不可能了 而卓清风毕竟是半步武王 精神强度甚至在自己之上 只要他能源源不断 催动丹阵开启 自己呢 只要操控丹阵的反应 那对秦晨来说 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异助 陈少你放心 这些都交给我吧 老夫保证 绝不会有任何中断 卓清风信誓旦旦地说道 同时心中暗骂自己 哎呀 卓清风啊 卓清风 好歹你是北天玉当格出来的 居然在陈少面前 丢了这么大一个脸 你的高傲呢 心中正在告诫自己 哎 下一刻 卓清风就看见 秦晨瞬间催动真火 并且在真火中 融入了一种青死的莲花火焰 这火焰一出现 整个炼制室里 温度立刻攀升而上 在清莲妖火释放的瞬间 秦晨双手捏动手绝 只见那清莲妖火 瞬间一分为九 化作一个悬浮于半空中的 宝塔形状 铁石丹炉的底部 同时 周围的真火在宝塔火焰出现 瞬间层层融入宝塔的塔身里 而后一层一层向上传递 最终 彻底融入到宝塔最顶端的 那一朵火焰中 嗡的一声 刹那间 整朵火焰温度瞬间暴涨 一股惊人的火焰威慑力席卷而出 弥漫了整个炼制室 一张嘴 差点喷出一口血来 卓清风眼珠子瞪得滚圆 整个人激动得要疯了 他这是看见什么了 那九层宝塔 难道是传说中的宝塔分焰术 还有那真火融入之术 莫非也是远古的控火术中的宁焰术 卓清风只感觉心脏狂跳 眼珠子都要挪不了窝了 宝塔分焰术 传说是远古控火术中 极为恐怖的一种 能够让烈药师火焰 焰分九朵 呈宝塔形 如此一来 火焰威力能够层层递进 每层威力都不同 可以自如地控制 丹炉下面火焰的威力 而且 当宝塔的火焰 凝聚到最顶层时 能让最顶端火焰 得到至少一倍的增幅 这是炼丹手法中 一种极为拟天的控火之术 而这宁焰之术 同样也是极为可怕的 能让两种完全不同的火焰融合 大幅增加原油火焰的强度 只是 这两种控火之术 传说中 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纵观整个北天宇丹阁 连一种能施展的人都找不出来 如今一下子出了两个 让卓清风如何不震惊呢 这个陈少 他到底什么人物啊 震惊之下 卓清风精神力的输入 马上有了一丝波动 卓各主 集中精神 秦晨就没看了 一声低贺 我去 这卓清风他定力太差了吧 下面这还怎么练呢 陈少 抱歉了 我太激动了 下面一定不会出现失误了 卓清风连忙回过头来 擦擦鹅角的冷汗 心中却是无比郁闷啊 想自己好歹也是 大威王朝单格的阁主 赫赫有名的人物啊 六品巅峰烈药师 这怎么在陈少面前 这么没定力啊 但想到秦晨给他展露的东西 他又恍然了 丹阵 宝塔分艳术 宁艳之术 哪一种这不是逆天的炼药术啊 别说是他了 就算他师父过来 恐怕也得震的是目瞪口呆 心下激动之下 卓清风深吸了一口气 暗暗告诫自己 绝不能出错了 否则陈少震动之下 把自己赶出去了 那都恐怕毁得肠子都清了 卓清风在一旁紧张 秦晨的精神力 自陷入空灵之中 开始了真正的炼制 各种灵药被他一一投入丹炉里 各种控药控火的手法 也被他不断施展而出 一道道精神力 在丹阵控制之下 不断融入丹炉 参与整个过程的反应 要说没一点紧张吗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 秦晨现在炼的 那是超越自己修为等级的 王品丹药 可前世身为丹阁名誉长老 秦晨炼的药太多了 别说王品的 就算皇品那也是数不胜数 所以呢 他的心态处于极为古怪的状态里 这也导致他每一个步骤 都是小心翼翼的 按部就班 整个炼制步骤 秦晨这些天在脑子里 过了很多遍了 已经可以确保 没有任何纰漏 各种灵药 按照先后顺序 纷纷进入了丹炉 各种时机把握得极为完美 看得卓清风是目瞪口呆 而最影响秦晨的呢 还是对精神力的掌控 尽管各种细节 秦晨推演了无数遍了 可他依旧觉得头绪极多 甚至呢 有些接济不上了 这也就是秦晨吧 换做其他任何一个 六品巅峰的烈药师来 恐怕半主项功夫都坚持不了 当场吐血了 好在秦晨修炼的是不灭圣体呀 让他肉身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导致他身体上 不会感觉吃不消 一连串操作之后 秦晨完全陷入炼制之中 此时他脑海里 所有一切都消失了 剩下的呢 只有面前这路丹药 那种彻底融入的感觉 让他心无旁骛 忘却了一切 而当秦晨在丹阁 炼制龙血王丹时 朗家府邸 在提供了秦晨索需丹药后 朗家家主朗非凡 终于被大卫王朝放了 废物 连几个五国弟子都解决不了 你堂堂朗家家主 还能干什么 丢人谢言 朗破宫冷冷看着下方 颇为狼狈的朗非凡 气不打一出来 这次事件 冷戒虽然表面看 没什么损失 冷非凡也安然回到了冷家 但在皇城里 还是对冷家造成了极大影响 堂堂冷家家主 竟被押入王朝天牢了 不得不让王朝其他势力 忍不住品出一些东西来 甚至呢 朗破宫这些天里还接到许多势力的问信 明显都带着一些试探的意味 老总 这次是弟子没处理好 弟子也没料到 小小秦臣能惹来丹阁 气垫 血脉圣地三大势力的关注 被那刘姐抓住了机会 朗非凡脸色难看 面目猙獰 但他心里也是无比的郁闷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朗破宫冷冷地问 弟子知道 错就错在 没把那小子背景调查好 贸然行动了 朗非凡咬牙 如果早知道秦臣有这么深的背景 他岂会贸然行动呢 错 朗破宫冷冷看着他 怒道 看来你还没弄明白 这次你错 并非在于没有好好调查那小子背景 而是我冷家半生 岂需借助王朝官方的声 老宫你的意思是 冷非凡一正 你让程卫数拿人 等于是把主动权 叫到王朝官方的手里 难道我堂堂冷家 连一个五国小子都对付不了吗 若你一开始直接把那小子抓回来 就算刘玄欣想证明什么 也没有机会 尤其会有切下来的事 至于丹阁等三大势力 我冷家怕他们不成 冷破宫重重地冷哼一声 这一次 那小子让我冷家在王朝诸多势力面前丢进颜面 你给我想办法把那小子暗中擒过来 我要让他和这王朝诸多势力知道 得罪我冷家 将有多么凄惨 冷破宫的谋中 陶然射出一道幽冷的寒芒 感谢您的观看